大家好,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2014年5月10日,吴亦凡在结束了上海演唱会之后 便独自离队,并在社交平台上单方面宣布退队的消息 不久后,黄子涛和陆涵也向SM公司提出解约要求,回国发展 至此,EXO的四位中国成员已经有三位退队 当时不少网友想的都是张艺兴也会退队吗? 什么时候?张艺兴却让这些幸灾惹祸的看客失望了 不仅没有忘记公司的知遇之恩,还获得了回国发展的机会 先一步归国的吴亦凡,黄子涛和陆涵都拿到了无数优质资源 成为了娱乐圈最抢手的香波波 后一步归国的张艺兴却惨遭全网黑,无数人怒喷他是双面人,心机重 那么为何同是回国发展,四人的境遇会如此不同? 然而更戏剧化的是,如果如果你现在问路人 谁是归国四字中最火的,绝大部分人都会回答张艺兴 那么张艺兴究竟是如何从被全网黑逆袭成为爆红的顶流的? 六岁出演《荧幕处女座》,十四岁获得选秀季军 1991年,张艺兴出生在了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家庭中 他的父亲是一名声乐教师,尤其擅长民歌 母亲开了一家服装店,值得一提的是 他还是麦当娜和麦克杰克逊的狂热粉丝 在那个年代,张艺兴母亲绝对算得上是时代的弄潮儿 与国际接轨了 家庭氛围和父母的兴趣爱好,也决定了张艺兴未来的人生道路 他之所以今天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纯粹是因为他的父母望子成龙,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像麦克杰克逊那样的国际巨星 奔着这个远大的目标,父母将儿子送去学习钢琴、吉他、跳舞、画画等等课程 上不完的课外兴趣课,是张艺兴的童年噩梦 就像周杰伦的歌词唱的那样 为什么别人在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 但先苦是为了后填,事实证明,他在父母的规划下,走上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出生在长沙这个电视娱乐发展最早最迅速的城市,也意味着更多的机遇 1997年,年仅6岁的张艺兴以童兴的身份,出演了人生中首部影视作品《咱老百姓》 同年,他还参加了当时国内最火爆的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 还与何酒和了照 2000年,9岁的他再次参加音乐不断,林志颖歌友会,并与偶像林志颖同台演唱也菊花 17岁成为SM练习生,日复一日刻苦练习 2008年对于张艺兴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这一年,韩国著名娱乐公司SM到国内选拔有唱跳天赋的孩子,到韩国做练习生 而他也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成为了SM公司的练习生 当时的他只有17岁,独自一人奔赴一国他乡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但张艺兴没有犹豫,说服父母后便踏上了这趟未知的旅程 你不是最好的,又凭什么不努力,是他在韩国时最精彩对自己说的一句话 被识,SM为了更好的拓展中国市场,招揽了很多中国人练习生 但最终能脱颖而出的却是凤毛麟角 满腔报复来到韩国的他,却被残酷的现实机的粉碎 公司通过他的样貌,身高,嗓音,唱功,跳舞等多方面 评定他为C等级练习生 这也意味着他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才能追赶上其他人 苦练和坚持是他唯一的出路 于是他开启了魔鬼式的训练模式 老师要求练6个小时,他就练12个小时 练到练习式的镜子起满了雾气,衣服已经拧得出水才肯罢休 为了能让自己跳舞时看起来更轻盈灵活 他还会绑四五斤的沙袋或哑铃在身上 每天睡觉的时间或许只有四五个小时 甚至有时候还会忘记吃饭 21岁以主舞身份出道,出道前腰伤爆发 对那时候的张艺兴来说,吃苦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道 身边的同伴换了一批又一批,荒废了七八年的时光 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的也是比比皆是 好在比旁人努力的他,也非常幸运 终于在四年后等来了出道的机会 然而常年累月练习,带来的腰伤 却在出道前一个月就爆发 剧烈的疼痛甚至让他无法走路 他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 更是哭着打来电话表示 你回来吧,不出道了 我和你爸爸可以养活你,求求你了 但张艺兴很清楚,他如果错过这个机会 自己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2012年,张艺兴以EXO组合主舞的身份正式出道 踏上了属于他的璀璨星途 三名中国成员退队,他回国成立工作室 2014年,对于EXO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也是最灰暗的一年 组合的另外三名中国成员相继与公司解约 给还在上升期的EXO造成了致命打击 那时,也有不少国内的娱乐公司看中张艺兴的商业价值 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但他认为,如果连自己都没有契约精神 那以后谁还会信任中国练习生、中国成员 所以重情重义的他 毫不犹豫地婉拒了其他公司的邀请 可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张艺兴在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情况下 遭遇了全网黑 一时之间,无数流言蜚语都向他袭来 有人说他抱韩国人大腿 有人说他留下是为了当队长 他甚至自己作为公众人物 被骂是家常便饭 但他还是感到十分无奈 最后,张艺兴绞尽脑汁才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最佳方案 那就是回国创立自己的工作室 独立运营,不仅能获得更大的收益 还能为SM在中国的业务提供便利 凭借极限挑战,老酒们吸粉无数 同年,张艺兴成为真人秀综艺极限挑战的固定嘉宾 这个综艺节目也为他后续的事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在节目中,他结识了多位娱乐圈前辈 孙洪蕾,黄博,黄蕾等人 那时候的张艺兴还是个羞涩之嫩的小绵羊 反映精彩慢半拍,还时常被孙洪为哄骗 非常容易相信别人 他也通过单纯可爱的性格圈了大批粉丝 与此同时,也有无数网友表示 不理解他像其他三人一样解约 讽刺他装单纯,骂他白莲花,双面人 2016年,他又将事业扩展到了演艺事业上 搭档陈伟婷,赵丽莹主演了民国悬疑剧《老酒门》 在剧中饰演花骨戏名角《二月红》 该剧播出后收获了不俗的成绩 再一次为他积攒了大量人气 将他的事业和知名度都推上了巅峰 他的心路历程,对于那些热爱舞台的少年们来说 是最珍贵的宝藏,可以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他说,实力不是开玩笑的 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泡沫 只有实力不是 他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和阅历传授给选手们 也会严厉地评价他们的每一个舞台 亲眼看着这些孩子在为了自己的梦想牡蛎 他也感到无比欣慰 从默默无闻的练习生 变成闪闪发光的爱豆 再变成严厉认真的导师 是靠张艺兴留的那是余年的汗水 曾经张艺兴说过 到30岁那年我想拥有一栋楼 不是房子,而是办公楼 我想在那里培养出最好的音乐人 在演戏方面 他也是下了苦功夫来提高自己的演技 身为飞壳班出身的演员 从因为脸不僵硬,演技不自然被群嘲 到凭借自然的演技获得大众认可 足以看出他背后的努力和刻苦 尤其是在今年热播剧《扫黑风暴》中 他将刚正不恶的警察演绎的淋漓尽致 获得了无数赞誉 张艺兴不仅是个优秀的歌手 演员 舞者 同样是个爱国的青年 2019年 他明知会遭到无尽的谩骂 依然在自己的多个社交账号上发布爱国言论 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当时甚至有人烧他的专辑、照片 有人扬言要盗取他的身份信息去捐赠器官 甚至还有人辱骂他的家人 不仅先后七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还是湖南共青团宣传大使以及五四青年 从2015年开始 他不断地在做慈善和公益 却总是很低调 刀阔今年河南水灾 在营销号质疑他没有捐款的时候 他捐赠的物资早已到达河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